我们代表9090手好像是那天扭了一下是摔了一下是上医院去上医院你不得挂号登记动用医保吗 这动用医保那人一看有多云社啊那时候90还小啊那还没火呢 然后多云社这一说多云社的呢那周围看病的就得围住了 看病吧看完病说最好留院呢观察一下然后没事明天早起你再走但是把你留住院吧就麻烦在哪呢 你今儿二位把你留住院我们这个这一趟这所有病房里边啊得有相当数量的这些晚上都得送到你这跟你聊天去 完了护士党还得说我们怎么弄呢 好家伙 哎有个这个护士就比较聪明说90我跟你商量点事 我们楼上新装修了个ICU但是还没投入使用呢新的没人你就一晚上是吧今天晚上时不行你上那屋去那屋别人不让进你到那屋 完明天早上没事该走走去的就这样咱这人别的什么机会的是吧那行哪都行他就去了去了呢就睡觉咱这人都是晚上精神的人啊他睡觉睡完了挺高兴是吧半夜醒了 醒了觉得饿了就点了个餐点完餐取回来呢就在ICU那床边上呢就把这饭摊开了在这吃晚上值班保洁啊打扫卫生推开ICU这门啊一看有位患者在ICU那床上坐下来自己吃东西呢保洁高兴坏了扭头就往护士干跑护士啊护士啊护士啊 ICU那个患者都能自己坐下来吃东西了 那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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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我跟谁讲谁都认为我是编的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人身上 所以你说向上演员他观察生活或者他经历的生活呀他就一定能够浓缩生活里边那些别人不注意的小细节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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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